各位好 因為時間15分鐘 所以我們大概刷15到20分鐘 來緩和 那我能夠來呢 感謝蔡老師邀請我來 因為能夠站在這邊 很多位都是我曾經是我老師的前面 能夠分享一些目前的經驗是非常非常榮幸的事情 那我今天要帶來的其實是 有關在AI跟BIM的這種 創新的提案方式 其實說創新也不是創新 如果各位這邊其實是有BIM的背景的人 或者是 大概知道AI會做什麼事的人 其實並沒有什麼所謂的創新 而是一個流程順不順暢的差異 好 那我們來開始 我們先說一個開頭 你看AI已經開始了 它已經Coming了 就是對這件事情來講 可以看到像這樣的狀態 這樣的狀態其實它的這種 這種圖說都是 很瞬間就可以出現的內容 它完全沒有什麼遲滯的狀態 而且注意看 這東西並不是你們大家熟悉的什麼 Mate Journey或者Step Diffusion做的 其實它只是一個Ribus裡面的外掛 而這個外掛它要解決的問題很單純 它要解決的問題是 它可以把你已經做好的一個前置的描述 或前置的模型做一個延伸 那我們就來想啊 常常會有一個很好的標題 也是很讓人清爽的標題說 No more jobs 我們建築人設計人還有工作嗎 你看他左邊這些東西 基本上左邊這些東西對我來說 生產可能不超過15分鐘吧 非常快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你看右邊這一張 這張我什麼都沒有做 我只不過寫了Richard Rogers 這個Holly Valley 就這樣 他就闡述這些圖說 哇瞬間 那我就覺得說 這件事情到底 它給我們帶來的衝擊是什麼 那為什麼今天我要特別出來 去講這個事情 其實我跟各位講 在座有太多太多人 覺得能力跟技術 都在我們之上非常非常多 但是有一件事 這是我們作為這個年輕這一代 可以去特別去講述的就是說 如果你理解AI 它帶來的是 一個真正系統化的 可以分析幫助你做事情的模式 而不是單純直接圖 這件事情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第一種主要的要點 所以你看90秒 就可以跟你這樣狀態 你有時候還很難判斷 它是真的會假的 雖然你可以看得出來 有些窗戶是歪斜的 譬如說像這種狀態 它可能看得出來 可是乍看之下看不太出來 那你就來看 我們為什麼要害怕AI呢 線上今天很多人 我們都要去想 大家進來看影片講座 那我怎麼樣可以有一個好的開頭 但是還有一部分人真的在想 我為什麼要怕他 我怕他什麼東西 我們就來想 你看 其實AI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看 你可以快速生生非常多選擇 它有後面非常非常大的數據庫 它可以像是當成一個新的助理 而且是助理的水準 大概還是 如果以月薪來看 我覺得這少是五萬塊以上 月薪的助理狀態 他很快 當然他有時候會當機 像昨天晚上 那個Mate Journey就當機 當了大概一小時 我正在測試 熬夜不睡覺 看他們今天閃出什麼 清楚給大家看的時候 他當機了 突然有點害怕 我相信那時候全世界有 數億人 在擔心 為什麼當機 因為Discourse當機的狀態 這真的這種狀態 好 那過來你看 這個他完全不用休息 你看 No need to take rest 然後 第二個 你看下一個 自動生存不廢話 他不會跟你講太多話的廢話 他只會鬼錯話 他不會跟你講廢話 然後 他是很瞬間的分析 好 我現在就稍微導入一下這個事情 你看 像這個 其實我輸入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就是 一個建築人的生日蛋糕 就這麼單純 Architecture Architect Happy Birthday 就出現這張圖片 所以他叫做什麼 Imagine 就是你想像的畫面 透過一點點的文字就可以 現在 在Mind Journey上面 已經到5.1了 過去從3 4 4.5 5 5.1 5.1在生存的時候 你只要很短的文字 他自動幫你判斷東西 因為你可以不斷的重新生存 那過來看 像這個 其實我用了 Hardy的模式 去做一個幼兒園 經過幾次的生存 自動產出這樣的狀態 他可以選擇的 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給他的資料 是怎麼設定的 是很重要 過來你看 這個是用 Hardy的另外一個模式 去產出的 當中我增加了一些描述在談 有些人在裡面走 然後有些大人跟小孩的一個活動的狀態 再過來你看 再講室內 室內空間 我去講了幾個 兒童遊戲空間 跟天花板的關係 跟牆壁的關係 可以自動快速生成這樣的內容 我想這個對大家 很多不陌生 但是 我們要談的 其實不是Imagine 而是要去想 他可以做了哪些事情 過來你看 這是Compare 這是另外一個 這個我想叫 RoomGPT 可能各位也聽過 你看他是可以同樣的畫面 直接去做Compare 所以 他可以從剛剛的畫面到現在這樣 一個一個 去做切換 好那 切換到這裡 我們再看 怎麼樣去做組合 可以 Combine 你看 左邊這個畫面其實是 透過中間這個模型 去不斷的轉換生成出來的 右邊那個是在 Ribbit的外掛直接生成 左邊這個地方呢 是在講 怎麼樣去透過他 去幫你生成一些 可以參考的畫面 然後 我們再去做不同的組合 像剛剛這個畫面 在左邊這邊的組合的模式 它可以不斷的不斷的生成 所以我們就要想這個問題 到底 我們是要去控制AI 還是要被AI控制 來我 在座各位 大家都是 這個建築界的 這個很重要的人物 我們問一下大家 你今天 做了這麼漂亮的一張圖 這麼漂亮的一張圖 結果你拿去業主看 業主說 好就這個 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怎麼辦 我要 怎麼生出這個來 如果你的畫這個的同事 他只懂得下指令 他只懂得一些簡單的軟體 他甚至連後面的 建築知識都不懂 連股價怎麼做 維木牆怎麼做 曲面怎麼處理 都不知道 然後必須又不足 怎麼辦 所以到底你是 被他控制還是控制 右上角 你看 為什麼我所謂的Control AI在右上角 因為 他其實提供給你的是一個選項 用給你發想的機制 但是其實這件事情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怎麼控制他呢 我們有沒有給他一個前檔 那很多你在網路上看到的AI都會出現一個 狀態就是說 透過Stell Diffusion 你去做一些像手稿的 縣稿的去做一個限制 或者是透過我們做自動的一些程式 去做一些調整 調整成最後的答案 不過 我跟各位回饋一個事情 最後 他還是會回到下面這個問題 你弄了半天 結果那個東西可不可以產出真正的圖縮 因為我們建築界 設計界 還是要以圖縮為主 因為你要落實 你要落實你就必須要中間很多關卡去處理 所以 在這個階段 我請各位線上跟現場 可以省事一下這件事情 AI它到底 在這個階段 幫助我們的角色 我們可以把它定位在什麼地方上 所以 到底你想要AI 幫你做什麼 而我們又談了BI 可以幫你做什麼 為什麼談BI BI BI其實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Information Modeling這件事情 其實 顧名思義 Information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Modeling其實是塑膜的過程 或者是不斷不斷的修正的一個過程 它是可以被記錄 它是有履歷的 也就是說 如果AI可以幫助你在這個階段上 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而且它是 我剛剛說的 它不用休息 它也不會很累 它也不會跟你說我不要做 那麼 這件事就有道理 好 所以我們就提一下 我個人的一些觀點 接下來這個就是這個演講的比較詛咒的事情 第一個是 BI 它 給它到AI之前 你要給它下什麼樣的規則 我們在做案子的時候 會有譬如說做醫院 做幼兒園 做小學 做 這個大學校 等等之類的東西 那或者是說我們在做這個 某些室內空間 我在做客廳 我在做廚房 我在做房間 它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recurrent不一樣 Information是什麼 我在這裡面需要的重要的資訊是什麼 譬如說牆面的材料 或者是我的地板材料 我的天花板的燈光怎麼打 這是我們要賦予它的一些資訊 而第三個是 PROMP 我想這個詞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完全都熟悉 但PROMP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提示詞 那提示詞這個東西 在年輕一代人說是咒語 就是所謂的下咒語 我想可能年輕人都知道 那各位很多建築師也都很年輕 我說的心態很年輕 剛剛老師有提到 這邊有很多 很重要的人物 到現在都還在持續學習 這是我們去 真的 這個 所有的學生都要學習的狀態 那到AI之後去談的事情 我就要談 這幾個東西 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做示範的 第一個 專案類型 你的專案類型很重要 你要心裡想 我要是什麼專案的project 第二個 我要主要特點要提出來 第三個 我一定要把重要的參數把它弄出來 第四個 我在樓層數上是不是有些不同 譬如說抓10樓跟抓3樓是不一樣的 抓100樓也不一樣 最後一個有沒有地底 有沒有直災 有沒有直批 好來我們來看 所以你看我建了一個非常快的模型 5分鐘 就5分鐘 非常快的在病 而且我開個新的專案 我什麼都不做 就非常快進一個很吵的模型 我說右右 然後 快速的 沒有任何需求 注意看右邊 我只是寫了Kindergarten而已 啥都沒有做 就直接產出了 但我並沒有引導他 在不引導他的狀況之下 他會自動 根據你的量體產出一些事情 而且是快速的 可以 在 不動作 產出 不過 這件事情 其實 需要被限制 所以說你在想這個事情的時候就想 如果說我們的 專案類型可以從幼兒園 木構造 自由穿梭動線 三層樓 這些東西 把它處理好 那麼他有可能可以怎麼樣發展 你就來看 我就會移到TripGPD 跟他講 幫我創造一個好的Prompt 然後這個文字 然後轉換成Prom 給我 我就拿這個 去 輸入看看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會覺得他可能描述的不夠精確 我就再叫他幫忙處理 當然在這前提之下 我的TripGPD是有付費的 所以他比較快 我可以隨行左右的控制 3.5或4 但是 對我來說這件事 他是可以幫助到很多 剛剛說他是可以幫助理 所以是值得 那你看 當我給他下了這些 資料之後 你就開始發現 剛剛沒有下跟有下是不一樣的 有下之後他就會快速的幫你把材料放上去 幫你把一些他可以做的事情放上去 甚至他會自動去彌補後面的狀態 然後你看 他也可以自動把紙幣抓出來 但是這些事情跟剛剛的Mit Journey有什麼不同呢 注意看Mit Journey給他幾段文字而已 你沒有給他任何限制 所以你要限制他也非常困 我跟各位說 其實在今天我要上來之前 我也一直想要試著用非常簡單的方法 讓各位理解 其實 Mit Journey是可以控制的 但我必須跟各位說 他可以控制 但是他控制是需要很多努力的 他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控制 甚至同樣的 Prom輸入到Mit Journey裡面 我輸入跟別人輸入的結果 就是完全不一樣 我也因為我一直在嘗試 把別人的Prom拿出來直接複製 其實效果是不同的 因為他是有 智慧的在控制 你跟他的步驟關係 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我們再過來看 所以 我就試著把 我在Ribbit裡面的外掛做出來的東西丟到 上面去 丟到Mit Journey 你看 他就會產生一個 看起來跟我的設計有點關係 但也沒那麼有關係的東西 不過各位稍微暫提一下 如果今天我是跟客戶開會 客戶不知道我用AI 我跟他說我同時 公司派了四個人幫你做設計 我派了四個人做不同的設計 來幫我挑一個 哪個風格你比較喜歡 哪個樣子你比較喜歡 那這個時候就有道理了 因為我們的使用者 會知道怎麼是Control AI 產出的成果跟客戶溝通 我跟客戶溝通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途徑 我跟各位說 不論是公共工程 私人 私人案 其實都是一樣的道理 公共工程要看的是你有沒有follow他的set 有沒有follow他的行程 有沒有follow他的後面的文章 行政程序 而私人案care的是你有沒有去考慮到他真的需求 他的花費 他的cost有沒有被控制到 而這件事情是可以拿來控制的 所以 你可以看到我把這些畫面抓出來 我就是把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我先把我的圖傳到 我的main training 私人網路上 然後變成公開網址 然後去design 這些東西 剛才我們產出的那些文字 然後他就產出上面的內容 好 怎麼樣 畫範圍景的使用AI 各位 其實我們 現在看到的很多網路上的AI的使用者 或是AI的厲害的人 你會發現 他其實 做了很漂亮的圖 最後會跟你說一句 其實我花好幾十個小時 我花了上百個小時 可是這些東西 比不上你看到那張美圖的結果 這跟什麼有點像 注意看 我們現在廣告不就是這樣嗎 我們現在YouTube的影片不就是這樣嗎 其實最後的結果 人性跟生活模式跟產出的東西差不多的 所以我個人比較崇尚用很簡單的方式使用AI 幫助他 跟幫助自己去操作他 所以 我就在想 那到底AI是拿來幹嘛 他是拿來 render的嗎 來各位在場的這個前輩們 你幫我 點頭一下 我要脫一下 你覺得他是拿 render的嗎 他很難拿 render 我要叫他 render 真超級難 因為他 render 出來會出現一些包含的東西扭曲成 不是我要的狀態 但是他可不可以幫助我去跟客戶體檢出他要的狀態 只可以 好 所以你看 我的模式很單純就是 我透過一個 我們可以做提案的排版 在檔案裡面去做一個像project這樣提案排版 做這張排版 我只需要花10分鐘 但是下面產出的這些圖說我可以給他一些文字 可以給他剛剛我們的 prompt 然後可以給他一些簡單的平面圖 簡單的剖面圖 去說明這些事情 而這件事情 看起來就不是那一張圖這件事情 他有人為的介入 還有人的溝通 還有人為的去 彈述屋主的需求 我們可以把它抓出來 甚至我們可以拉一些別的圖片進來 讓他變成是 我們想要跟客戶溝通的內容 所以你看 再往後進階就開始 室內給他室內的空間 室內這邊就有放大 室內的照片 可以提 大概要什麼事情 然後去 提到一個延伸的東西 比如說別的地方我們再延伸出不同的東西 這樣一個project 看起來 各位 注意 目前從這邊到這邊 這樣的行為模式 只花上半個小時 30分鐘 以正常來說 過往的這種狀態 要不要花個 還不錯的 這個同事 一天的時間 應該要吧 至少半天對不對 現在只要30分鐘 所以我們要談的是什麼 化房危險這個事情是很方便的 那當然 我也可以把它用一個框架說 譬如說像這種圖 我拿給他一個骨架 就可以把它創造出一些 看起來很帥的骨架 然後我也可以用 很空 很簡單的空間圖說 去丟給他 讓他產出很多很多不同的這種所謂的空間的變化 那我們這邊在談這個事情其實是我一直在談的這個內容 就是說 我很注重 這個所謂的設計引導式溝通這個事情 為什麼會試著拿這件事情去做 AI跟BM做的結合 主要是因為其實現在有很多人 都還在猶豫要不要進到BM 當然我知道在座各位很多人都是BM的這個用了很久了 但是線上的人可能很多人還在猶豫這件事情 而AI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工具可以去 萃取 BM的一些 information 好的一個 參與者 所以 在這邊 我們透過這件事情就可以 繼續產出這樣的圖書 像 左邊這種 很室內設計的這種 原始風格的圖書 也都是瞬間就被產出的 但是 我們過往在Pensure上面找到別人的設計案 在這個時間點你就不用在Pensure上面找了 你只要在Pensure上面找到重要的keywords 丟進去 這個東西雖然不能上用 但它可以拿來是 不會像是我在抄襲別人的作品 來再說 我拿別人的愛子在跟你談 這其實很尷尬 這個時候沒有了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是個很棒的開頭 然後同時間 我們也可以讓 BM共識 快速的去組合 成為一個好的一個方式 我們設計的內容 好 那這邊留了一個簡單的一個 這個QR code 如果各位對我們這個有興趣的話 可以繼續跟我們聊 因為15分鐘真的不夠長 那我們就準備交接給下一棒 謝謝 謝謝